好了,刚才可以这样说,大家如果见过人画一些素描,很多时候真的画十笔八笔,再画一个轮廓 然后再画一个头发,其实刚才杨希林未知我还没说完,我刚才只是画一个轮廓 特别是杜峰山多的童工帮我打了很多字笔,大家看到这么多板,我自己打不折,他打了和他插出来,我再整理过 其实刚才七张的默诺都讲了,因为时间不够,第七张基本上不讲了,主要由第一张讲到第六张,都是要跳多 现在再看一些的,每一张的字笔,有些精彩的跟大家讲一讲 刚才提到的特别卡尼,他已经提到这个限制,他将主观和客观世的分子看开,带来一种语言论 我看第二版,另外一个特别卡尔指出,很多时候特别卡尔像数学的模式 他认为一切是源自于一些明确清晰的概念 就是所谓的数学的公理那样的 但是当时他以为数学公理,大家都有共识,没有怀疑的 但是去到后期,他发现原来在数学里面,一个所谓的Euclidean Geometry和Lon-Euclidean Geometry 大家可以透过两种不同的公理,两个都可以成立的 但是可以开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数学系统 开始就质疑,究竟如果数学有分歧,数学根基是否能够扩立呢? 理性如果在数学上也没有确定,怎能在其他上也有确定呢? 第二个词,在下面讲到绝对怀疑是不可能的 很多时候,很多人常常假设什么都可以怀疑 但是其实很多人再回看Hunskun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怀疑,很多人起码指出,他的怀疑都是用一套语言 你用一套语言,难道你也知道语言有一个意义? 假设你什么都不相信,他说什么都可以怀疑 但其实在个源当中,他已经假设了很多东西 所以每个人都在一个范围里面 其实你是很能够抽离绝对的怀疑 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对宗教批判都有一种很虚假的,很普遍理性 什么都能够怀疑,为什么你不怀疑宗教? 但是当我们用迪卡尔的例子去看,很多人都指出 其实就是你这样怀疑是不可能的 就是绝对怀疑是不可能的 刚才说到文化的问题 所以到后现代,有些人甚至说 你相信文化,你仍然相信上帝 所以要绝对否定 这个叫做Ontophology 大家也知道我说的是谁 就是德里达,德里达 他连文化也要质疑 要质疑就是文化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规则 因为只不过是一个无穷的 A指称B,B指称C 只是一个能子 一个无穷的圈里面 根本走不出去 所以很多要点都跟后现代思想有关 所以他在第107页里就说了 所以他就用奥古斯丁和Pascal去纠正他 他说不仅在基督祂解释的问题上 和日常问题上,信仰也是必须的 正如信仰需要理性,理性也需要信仰 所以康叔其中一个方法论是 可以说是Demethologics 即是理性那种绝对性 所以他就说了 刚才提过,Pascal 我已经提过了 然后再看下一段 有一个题目叫做 《科学方法论的反思》 很多人说理性不是在科学里面很清晰 所以康叔在这儿就从现代的逻辑实际论开始说起 指出逻辑实际论有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在科学之后,卡普普 指出科学理论本身都有无限的含义 比如说很简单 其实不单是这样 卡普普普说了很多东西 他说出其实所有观察都有理论 比如我问大家看到些什么 这张里面是什么 水?你真的肯定吗? 其中一个你说 水 代表什么呢?水是一种生物 而且你会预期 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 没有味道的 但我小时候就打开冰箱 拿一瓶水喝,发觉是煎酒 喝到我的错识后 其实在我们观察 我说是水 或者是玻璃 或者是塑膠瓶 或者是人 其实你也有很多个假设 比如你假设我的背脊 可能你转过来真的没有背脊 你现在看到有了 可能没有 你不知道的 我说这些东西 你会看到前面 但是你说这个人 但可能这个只是人版 只有半个人的版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不可能 我试过去博物馆看一只杯 那看完之后 那杯有什么好看呢? 那个博物馆就说叫你这样 那杯就转过来 咦?只有半只 它后面不是圆的 是平的 其实是一个半圆形的 就是一个横线 那我突然间很震撼 因为我一看 我们就预期那杯是圆的 谁知道原来是一个半圆形 后来我在三藩形 看到这样的杯 我就特意买它 下一次今年做个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卡巴巴指出所有的观察 其实都已经是 所以这件事 其实卡巴巴已经指出到 然后他认为 其实科学理论很难去证实 因为你说 就是万个引力 他指出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时空都是适合 但是你有限的观察 你证明不了无限 所以他认为科学智能 就是正义 所谓正义主义 所以如果正义不到的理论 正义到的理论 就应该抛弃 只能接受一些 经过正义的考验 又是胜过的 在这里 在后期发展 康松又指出 很不幸 这个理论摧毁了《逻辑石战论》 但是他本身也被正义 但是他认为 根据Thomas Kuhn 另外一个科学学家 Thomas Kuhn指出 其实在科学系里面 都不是正义 那么简单 他认为 正义 正义了 就应该抛弃了 但是Thomas Kuhn指出 其实所有理论 都会有反例 很多时候 你将那些反例 你只是放在一边 或者放在一边 不去理会 所以你就当没有问题 发生 所以在科学史里面 其实都不是按照 卡巴弗派的理论 所以他认为 按照 他后来也引用很多 Thomas Kuhn的理论 所谓的典范 就是范式的概念 每个科学家 其实都在做科学之前 都有一套典范 就是paradigm 你在一个paradigm当中 去填洞 去找到这个结果 但是你很少是激烈的挑战 paradigm本身 所以他用回这个 后来寫了一本 说是用paradigm 去分析神乐史 所以他后来也说了一句 178页 大家看到这些数字 看到了 你就找回一个词 他就说 其实神学和自然科 的平衡性 是很吃惊的 所以我看到 其实第一章很重要 因为这个 是一个关系 我们要明白 其实他是想对 理性主义 有一个很强的批判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 所以你就不能够 买到他的后期 就是那种 要经过抉择 去肯定实在 肯定上帝 然后跳到基督教 你就很难去把握 所以总结来说 他所说的一种 就是说 在第191节 他说到一种 将理性和人生 才有结合的一个 方法 刚才说过 不再多说了 好了 我们跳到第三版 第三版 刚才说的 第2节目 就是说上帝的概念 要解释一点 刚才提醒过 就是 Hanskoon 想批评的是什么概念 他主要想批评的是 两种概念 一种 我们叫古典的有神论 这个古典 主要是指西方的古典 因为按照西方的有神论 最重要的诠释者 当然是多玛斯亚贵纳 Thomas Aquinas 当这个多玛斯亚贵纳 这个神是一个叫做 Immutable 不变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也没有情绪 没有感情 没有喜怒哀乐 起伏的感情 是一个终极的上帝 但是Thomas Aquinas就觉得 这个上帝就过分超越了 过分超越 他都好像和世界很遥远 所以也不能够配合现代的精神 当然他就透过很多的 同仪梯极 威慈的谈论之后 他带出来 第二种上帝就是 所谓神人同仪论 我们将上帝 将人好像放大了 一个老爷爷 不过很能力 就是有权有势 有能力 也和人一样 会生气 会跳跳扎 会偏爱这个 会喜欢这个 好像有人类的特性 情绪 他认为这个将神 好像跟人拉得太近 太近 太以仁化 他认为这个是很粗劣的 好像黄大仙式的一种宗教 所以他认为是要在一个 当中的平衡 一方面 现代的神观 不可以好像以前的神 好像高高在上 不受人间的影响 他说真正有爱的神 怎能不受人类历史所发生的事的影响呢 他一定会有感受 会回应 但他没有去到Mobman The Crucified God 那么彻底 但他也指出 在一个方向里 找一个有感受 有参与历史的上帝 但他也觉得 五一张上帝 会跟人一样 有位格 但是超过人的位格 这一点 特别是在第七章 和其他宗教对话的时候 也重新提出来 所以关于上帝概念 大家要夹着第二章和第七章 上卷下卷 这两道参照看就更加明白了 好了 第三点就是说到 无神党的挑战 废与不黑 刚才我也说到 不少了 所以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后面的时间也不够 我只是想补充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 无神党的批评 都会用回他们 无神党自己本身的 这也是一个招数 可以常常用的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经常说 你有机会投射 但我们回想 废与巴尔最后 他也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人是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 因为上帝是人 去投射自己出去 但为什么会投射无限 人的理性 爱也是有限的 如果你是把人 去投射上帝 你就应该得到什么 上帝 就像奥林匹神 那时候 希腊神话里 那些奥林匹山上的上帝 有空就争风俠草 有空就追求 有空就追求 有空就生生子 有空就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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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就丧得它 又生死 他的蛮圈 对的这个人 译王大帝 这些是人间的 不过就将人间的庭变成天庭 但是就算你看看Qualis的神也说 基督教神其实不是那么以人化的 人神是那么无限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科奥伯就要提出所谓的 人其实是过滤了 将自己的不完美的属性过滤了 投射一个整体性模 一个人整个类来说 人有一种基本特性 就是理性、爱等等 然后投射在上帝那里 但是科奥伯就在第三本最后问回 但是我们实际上经验看到的人 都是有限的人 你提出这个概念 会不会本身就是 你自己的价值观在人上呢 所以你所说的投射论 都是解释你自己的东西 其实到最后 当他放弃了上帝的信念 很多时候他只是找其他东西 去做一个终极 我们看第四版 那你就在看总结那里 因为除了 除了科奥伯伯 马克斯和弗里的精彩 但是时间不够不够详细说 所以你看到他总结得好好说到 其实弗洛伊德他说 我不想去上帝 但是后来他说我想去科学 他认为你可能说我也是一种的 一种的妄想 但是他认为除了这个之外 也没有其他可以取代科学 但是经过了百多年的再进一步发展 我们也知道 单教科学 事实上真的解决不了社会 伦理的问题 或者甚至人类的未来 也都受到威吓 也可能会不会 这个也是把他当时的 时代的精神投射 马克斯就将他自己对公义的要求 投射到一个历史中必然的 无产加急必胜的未来 但是也说不出这个未来的 无产加急社会究竟是怎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回他们所谓的投射 将宗教经常都很好投射 去解释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 其实无神论会不会是投射呢 例如弗洛伊德他经常说 因为人们喜欢要天父安慰你 所以就作了天父出来 弗洛伊德根本前意识 有对父亲的憎恨 所以他将对父亲的憎恨 投射成无神论呢 事实上有一个心理学家 叫Paul Ritz 就写了一本书 叫The Unconscious of Floyd 就说 研究Floyd年少的经验 原来他小时候 是被一个天主教的工人照射的 后来他经常带Floyd 去礼拜堂 所以他自小他本身是犹太人 但是呢 也有参加过这个礼拜堂 也受过宗教思想的影响 他其实到死那天 仍然是写了宗教的书 讲的Moses and Monotheism 但是呢 后来呢 在家里发觉 这个工人呢 是怀疑偷东西 后来就炒鱼 会不会就是 正如Floyd所说 三岁定八十 他对宗教的失望 反对呢 就是源自于这个小时候 这个宗教的代表 这个天主教 这个本来是亲爱的分析 但是呢 就失去了 他就失败了他的信心 被这个家庭炒了 于是形成他的无神论呢 所以全套系统都可以 不需要多说 原来只是Floyd自己 个人的投射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法 Hang Sun 就很丰富的 用很多不同的路数 去回应他们 就是 至少到其实呢 你经常说我们是投射 那你那些 你那些 你任你说的 你那些都可能是投射来的 真是无神论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看 那么 我刚才说过 我的时间很不够 我跳过了 我跳过去第五页 第五章那里 终极信任 所谓的基础信任 首先呢 他在这章里面 开始就重新 主客看那个融和 其实最重要 其实 这段说话说来做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呢 其实在宗教词里面 都是一个进路 我们叫做一个 所谓的 抉择的进路 或者用意志的进路 他认为呢 虽然理性证明不了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用意志去相信 最出名的 就是William James 还有Pascal 也有一个叫Pascal Rager 一个巴斯卡的赌博 他意思是说 你也算不信上帝 你批一批 你计算哪个好些 就是好像现在我们 通常的所谓的 cost benefit analysis 那你想想上帝 如果没有上帝 只能被骗一世 死了又没什么 那不是很大资本 但如果有上帝 你不信 将来进地狱 永恒受苦 很大事 那算个数 都是信上帝好些 封建比较少些 而如果刚刚一波波 一波波中了 有无限的天堂 有福落 你也计算哪一遍 那当然信上帝好 所以如果不是数据理性大 就算以意志来说 你也计算上帝好 这个就是Pascal 当然Pascal的思想 不是这么厉害 其实还有很深度的思想 但这个时间不够详细说 但是这个进路 由Pascal到William James 有时候有些事情 理性决定不到 但是你生存可以去抉择 以及你都可以掃出一些 抉择的理由 那Pascal也想说 其实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其实在我们的全色世界里面 其实是分不开 所以呢 有些人 所谓的理性主义者 就完全反对了 所谓生存的考虑 他认为最重要就是客观的真实 才可以抉择 才可以相信 否则就是不诚实了 但是我们看回 其实在我们世上的信念里面 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自己都比较同意 可以用一些生存的考虑 来考虑信仰是否选择 或者是你陆版 但是信任的态度 始终来说 很多人 特别在理性主义的 那个传统当中 觉得很可疑 不够理性 所以其实Hang Sun 用了三方面的角度 再去评论一种信念 其实是接受的 或者是推荐的 三方面 第一 从心理的角度去解释 其实他说 其中一个 他举例子 有一个叫做Eriksson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深入读的 一个叫做Erik Eriksson 他认为人生 其实有七八个阶段 都是由两个极端中选择 人生的心理问题 就是视乎 这些选择当中 选择对不对 他认为 他一生出来的选择 其实他认为 生出来的选择就是 相信 信任还是不信任呢 如果小孩没有爱 没有人爱惜 没有人和他笑 大家反而不要 整天对他宝宝很凶 不行 要吓死他一生人 收到信任 但你整天对他笑 三包有实验做过 如果有些父母 关心地照顾他 那些宝宝的病痛 受命也会长些 有些如果扔给护士 也不给他 那些宝宝就有些 有些有很多病痛 他指出 在成长过程当中 人们要建立一个 合理的信任 你如果在宝宝时期 建立不到信任 你今天就不能够健全的人生 这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说 其实信任是有需要的 不像理性主义 就觉得经常信任 就像个悲惨事 信心 好像不够健康 要信心 回回到刚才那段说话 他前几章已经说过 常生活都需要信心 这些说话很重要 其实从第一天 你已经需要信心 每一次在妈妈 整个奶瓶折起来 你怎么知道是什么 奶也好 或者毒素也好 或者成瓶是什么 H5N1菌也好 或者沙子菌也好 你都是喝的 你不信 你什么都会死定的 所以人生里面 第一天也需要信心 其他 后期更加有词 在52-54那段 大家自己看 第二个重要 其实科学 最后都需要信心 这个数据 卡普普 和Thomas Kroon的理论 其实科学没有绝对验证 到最后科学验证的规则 其实都是人去定的 那个社群去定出来 某程度 你相信人的判断是对的 你相信人的理性本身 所以他就很喜欢引卡普普 卡普普自己承认 到最后卡普普很有趣 他说的说话 我对理性主义的信心 卡普普自己承认 最后是建议一个 对理性的 非理性的信任 大家不知道听不听我说什么 他说其实他为什么选择理性主义 到最后 因为我相信理性 但是他说我相信理性 不能证明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对理性的信任本身 是非理性 还有他第二个理由说 他相信理性主义 因为他觉得理性 促进和平 不用什么事用暴力解决 但他认为选择和平 不选择暴力 都是一个非理性的抉择 因为欧洲传统里面 在这个时候对伦理也很怀疑 有客观的基础 因为后期一直去到 卡奥特拉布或哈勃密 一直都在搞这种东西 就是在后现代人现代当中 想找一个共通的语言和伦理的基础 其实哈勃密也尝试用一个 所谓的叫做 即是一个 speech diplomatic 在那里 去证明这些 norm 其实哈勃密 其实哈勃密 没多久了 但是那本书里 康松已经对他提出批评了 因为他那种接触 也不能够正立到这些暴力 详细也不够详细说 所以科学也需要信任 第三 伦理需要信任 在这卷里面 我觉得最精彩 就是去忍这个 Hokkai Ma 一个 critical theories 他忍了很多 我之前也看过 但是我还没看 Hokkai Ma的原著 我不知道是否有英文版 我看完之后 我也去研究这个问题 Hokkai Ma 本身是一个无神论者 或者一直都是不可知论 或者用无神论倾向 在德国所谓的 Francfort School 一个代表 但是他临死之前 开始讲到上帝的问题 大家看105页 106页 他讲到很有趣 他自己到最后开始承认 如果没有上帝 终极永远的真理 和价值 甚至正义 都没有根基他承认 Hokkai Ma 其实是想一个问题 因为他在Francfort School 中最重要的是 为了世界争取正义 但他才说 即使我们将来争取正义 在过往 无古牺牲的患者又如何 在历史中 他们在马博无神的控诉 没有人纪念 已经过去都没有人知道 这个图画 都是非常令人 可以说是不安 和很不圆满的 你说数珠那种 只是正义 那种最完美的正义 到最后 不知道能否实现 能否实现 可能是很遥远的未来 那些人受苦是怎样的呢 这个世界有没有真正的公义呢 这个宇宙 所以你看到最后 大家读一读 在第一 最后的一段 1年络页 从实证主义观点来看 根本无法得出 有关下正义上的道德结论 从实证上来说 恨并不比爱更坏,虽然其社会功能可以不同,并不存在具有逻辑计论意义的论点显示我不应该恨 只要我并没有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没有超人的权威,就不可以证明战争比和平差,自由比硬碧等等 所以在这里指出到最后即使你争取社会正义,但你争取社会正义到最后有很重要的价值,对正义的执着 但对正义的执着你就不能处理实财上,在历史上那么多受不正义受苦,那些人的苦难,那些不正义 其实这个问题有根源在澳洲里面,这是康德,我明明是康德的根源 康德问这个得福一致的问题,我有一篇文章文是寫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价值,你追求正义,你追求自由,不是压迫,你追求和平,不是战争 追求恨,爱不是恨,你怎知道前者全部都是后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假设 如果真的有一个独裁者,好像撒大姆,或者比拉登,或者希特拉 我判断你,我是觉得要侵略,我是要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吹吗? 你打赢我,就打赢我,就打赢我,就拿到地上自杀 撒大姆就没有吉斯自杀,但到最后他现在都不肯认自己错,因为自己很正义 你怎样证明他错呢?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人的标准 好,第七页,所以在最后,在这里来说 Heng Sun指出到你要信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种对有神论的非理性质疑,已经淡化了 所以既然依人生也要信任,所以在我们面前就是一些 基本的选择,没有什么是绝对证明到的 如果没有什么是绝对证明到,不代表什么都不做 那我可以选择一些选择,能够解决更多和更重要的问题 就不知道选择一些解决不了问题,那些东西 其实是不是很合理,这样的说法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七、第六点就开出 刚才说了很多一些基本伦理的问题,基本伦理的价值 而且特别,就算这一点在Heng Sun指出 他被天主教取消了正式天主教神学家的身份之后 他仍然写了一本书,他说我为什么仍然写一个基督徒 当然这个是广义,英文叫做Catholic 我看过的时候,其实他最基本的论点是什么 他认为他仍然有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为教庭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仍然是福音基督徒的信仰 而他认为在这个现代充满灾难,压迫和反人权等的事情里 他的信仰,起码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为人的尊严提供根基的信念 这个大家可能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相信上帝 都是西方的自由主持者,都相信人的尊严 这个大家要去欧陆的后现代主经去明白 没错,在实践上都可以这样做 但Hung School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 就不可以收取人的尊严 他问了更加根本的问题就是 你怎样能够证立人的尊严 怎样能够肯定人在这个世界里 你和其他物件不同 所以大家去看第七页 后面那几个说到 基本上人的伦理的价值 人道、慈爱、第八页 就是人的尊严 他指出到其实 对伦理的迫切性和绝对性 你没错,你可能觉得 人的尊严相对来说比较文明 但如果有些人能够有能力 不受文明的制约 他可不可以为所欲为呢? 所以其实去到最后 他认为一个绝对人的尊严肯定 也需要一个绝对的基础 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抬为绝对 但你将它的基础 只不过是一种随着历史演变的 国际公约、社会共识等会转变 所以他说的说话 你能够能够提供的解释 要合乎性质 他不是说很多人质疑 不是几乎都可以说伦理 但很多时候我们再看伦理的深刻精神 我们再问 那种真正的精神 有什么才能够充分解释呢? 但是这个坑松有一个很强的 当然他认为伦理是绝对的要求 就是说你基本上不可以侵犯人的尊严 你基本上肯定人的尊严 这个是一个很绝对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自己也研究过 一段一段问题 如果是世纪性质疑 说来说来,最后只有两招 第一,现在世界大趋势是这样 不要想什么基础 大家都跟着这个招务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说这个满足人的需要 就是满足人的尊严 但是如果根本不重视人的尊严 根本不重视人的尊严 根本就可以否定人权 所以我自己也很同意 而康松这一点 最后这个是需要一种宗教 或者超越的根基 去能够有更加强的基础 好 那就要大约介绍完 还有点出一些 我觉得是精彩的词 好,讲讲他的评论 John Mackie 是一个英美的分析哲学家 他这本书叫做《The Miracle of Phism》 这本书不是说 Pheism是什么神迹 就是说很棒的 其实他引用阿谦 阿谦说说 他不明白今天这么严重科学 仍然有这么多人 仍然是相信有神的存在 这个真的是神迹 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是这个意思 《The Miracle of Phism》 就是说 竟然经过启蒙主义、理性主义洗礼 仍然还有这么多独自学 有思想的仍然是相信有神 这本书就是神迹 他本来是一个讽刺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神迹 因为上帝动工在人类文化当中 所以能够解释到 当然仍然是上帝存在 他有些风格的批评 我不多说了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是说神的概念 我觉得他批评出谋求斥 只要指出了毒 就能够解答到 其实Hunst Kuhn在第二章 和第七章 他经常概念 都有一个厘清 不过其实这个问题 指出到 有时他的论证结构 不是很清楚 所以也招来批评 但这些不详细说了 接着我们看第九版 John Mackey批评 Kuhn has rather exaggerated the threat The extreme of nihilism would be to deny that reality is discoverable or understandable But there is no serious case for this denial 但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他相信他会认出 我反正了个理性主要方法来说 没错 我只要我不扩定 但我可以不断相信他是错 可能会错 这是所谓的 但是我会不断验证,我相信这个宇宙有秩序 没错,Macky说我可能现在不能证实 但我相信之后我继续去看,事实上仍然有秩序 我放过那些资料真的会掉下来的 不断放放那些资料也会掉下来的 没有停下来的 这个是会的,不怕打架 所以试验了,我可以试试它 所以我有信心将来都有秩序 这个基本训练中可以试验的,用这个经验的方法 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英美是比较乐观的 我自己比较同意欧陆那种对基本的实现性批判 如果你想下去,我觉得理性真的证明不了 单从理性是证明不了这个世界有秩序 证明不了这个世界有实现性 刚才也讲过了一点 如果实现性全都可以模仿 就很简单用现在科学的道理来说 就是这个virtual reality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的所有东西 好像很实现的感觉 全部都是准备 而你在里面完全没有分辨任何分辨 这两个东西 还有论理不多说 就算是规律那样来说 其实在这里来说 其实John Mackey的方法也跳不出批评者 阿希姆早已经说了 你如果想证明归立法 归立法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秩序可以证明将来的秩序 比如说现在太阳也是从东方升起的 所以我们相信未来从东方升起 那就是挑战的 你这样做就已经假设世界有秩序了 那Mackey的诗者说 好吧 这个也是假设 我再证明了 你现在看看有秩序 将来又发现秩序 一路都发现秩序 所以将来再有秩序了 但其实你如果以世去想的时候 其实从理性来说 他没有回答到问题 就是说 现在人家挑战就是说 将来又有秩序 那这个不是正确假设了一种秩序 是不是 没有意思 你说现在有秩序 将来又有秩序 也是假设有秩序 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从哲学来说 是一个begging question 不是一个真正的论具 是一个循环论来的 还有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有些人就相信 比如假设有一个人就认为这样 世界秩序会常常变的 可能就是三千年一个秩序 接着就会转的了 其实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跟我们的经验都不符合 明白吗 现在因为我们有的经验 真的得前头十三千年 假设你没有头三千年 就当一万年 好了 假设现在一样历史 一万年有记载 有记载历史里面 一万年都是有秩序的 这时候我就说 跟着十万年 一百万年都有秩序 这个是符合现在的经验 但有些人就说 可能这个世界 每过一万年的秩序 就会颠倒一次的 同样跟现在的经验很符合 是不是 正正因为我们现在 这么久都有秩序 就可能更加证明 我们的秩序会改变 机会更加大 如果按照不同的假设 譬如我们假设 现在有两个系统 一个系统 就是一个人做了 然后永远都是做的 但另一个系统 就是计划 会轮着做的 如果大家看到 这个肥仔做了十年 肯定他就会做 因为他永远会转 但如果是一个 按照系统 你已经做了十年 他肯定 一定不是你 因为你已经做够了 同样你可以用两个 去解释 这一万年的秩序 一个是按秩序的系统 一个是 保持着一个 规律下去的 所以你由现在的秩序 证明将来有秩序 也都已经假设了 前者不是后者 但你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这个 从理性来说 你都是分不了 这两个可能性的 第二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John Macchio 第二 他写一本书叫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伦理学 大家说是 创造对与创 因为Macchio 正正因为他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无神论者 正正因为这个原因 他认为 伦理的绝对要求 因为其实很有趣 你不可违反人的尊严 你任何事充 你都要遵守 其实Macchio 是一个无神论者 他正正觉得很奇怪 这个有什么经验基础 有什么能够提供 于是他到最后 其实Macchio 本身正正就认了 Kun的批评 他到最后 就是否定有客观价值 他认为伦理是没有真假的 那伦理是怎样来的 伦理是人的范名 好像今天我们的公仔 好像我们的文学作品 全部都是人的范名 可以不存在 但他认为这个范名也合理 因为只有创造这个伦理价值 人才能够和平共处 他不会摧毁大家 但这个回答是极之不足的 因为就算人去创造一个秩序 维持社会稳定 但他可以创造很多种不同的社会 事实上我从历史上面看 奴隶社会 或者创造一个社会 男女很不平等 或者创造一个社会 逢是姓关的就做奴隶 其他人就是做主人 这个社会也很稳定 我相信 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社会当中 这个兄弟也可能不喜欢和我同性 但你开始设计这样的社会 可以完全不平等 维持人的尊严 事实上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就存在在 譬如总性阶级 那种人就不分阶级 印度有多少人不知有多稳定 人互相摧毁 其实有很多方法 这位某个女人是奴隶 然后帮她不断洗脑 一开始就教她 你就是洗脚妹了 你就应该做这件事了 你加入了这个家 就要做我们洗脚妹了 你看赵牙齿也很开心的 你看她也有得好 一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自小把她洗脑就可以了 社会也很稳定 所以价值也是人创造出来 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Joy Mackie本身是一个很典型的 Liberal 肯定不会支持奴隶社会 我只是说 其实她这个所谓伦地创造学说 完全解释不到 现在基本上我们接受普世的价值观 第二样东西 如果人类创造价值 只不过是为了生存 有些人就说 如果没有伦理价值 大家乱来 随时被人脱脱 随时被人脱脱 但这个批评 这个说法对一般人可以应用 但如果有一个很强的人 有一个独裁者 他有很多中心的国卫兵 这样护着他 他就可以统治独裁几十年 很不幸 有这么笨的布殊去打他 其实布殊这样做 其实是一个神迹来的 因为其实他没有天下之大大不惟 其实你对还是错 其实他这样做 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 从历史来说 如果不是他欠十几十票 在法罗里亚洲 选了出来 Ell Goer肯定就不会打热 我跟你说 刚刚欠几十票 选了出来 而他真是个人 你说他有信念也好 你说他知道也好 总之就是没有天下之大不惟 就是去打他 造之中要拆了他出来 如果不是这么多历史的偶然 撒旦姆坐在那里三十年都未止 他跟你说什么伦理 他为什么要说伦理 周围都有他的影像 所有人都怕他 他有些终身为士兵 家族拟断了所有的东西 很安全的 如果伦理只不过是 要为大家互相共存 那我们在法罗里 如果对于强人 他没有什么需要这些伦理 所以伦理只不过是 用来保护弱者 这个正正就是尼采的批评 他说伦理是用来保护弱者的 他用这个角度去否定伦理的价值 所以Joyne Mackey 其实我觉得 不太能够回答到 Hunskun指出的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责任的绝对性的问题 如果道德价值 不仅是有道德价值 还有一种绝对性的话 责任的绝对性的时候 用一些其他方法去证明 是有很多的条件 就不能有一种不条件的批评 而Mackey今天完全没有讨论这件事 但其实基本上我们就这么说 Mackey今天就投降了这件事 正正因为他是无纯论者 大家可以看到 那篇Ethics inventing right and wrong 正正因为他觉得 世界不可能传递道德价值 他又采取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方法 好了 下一个批评就是 他又批评 Hunskun认为 相信上帝会有一个 self-verifying的过程 在这个书中 他用了一个 intrinsic reasonableness的东西 他意思是说 有时候信任的东西 信任之前是不能证明的 你都不能抽离 在之后去实验的证明 但Hunskun提出的概念就是 信任 你相信这个现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当下 你仍然有一种 内在的合理性 这个概念 其实他不是简易得很多 知识得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 他本书的一个弱点 不过 我想到他已经写成千页了 也不怪他了 因为再写下去 更加看不完 但是在这里 我觉得 海洋那个比喻也有提过 人制关系的比喻 比如我想知道一个人 可不可以信任 其实也有提过 但是他没有串联在一起 我们很难说之前 这个人 是不是信任朋友 或者是否扶托中生的伴侣 是不是我之前找私家经历 查完他 起了他的底子 然后给他发布 对了 这个就可以跟他结婚了 没用的 但是很多时候 你在这个概念当中 你要去试验 你就要跟他联系 和他进入一种 大家的交往的关系 你去体验 你很难用语言 或者客观的证明 他跟别人说 但可能你去多个地步 你感觉到这个人 可以信任 这是一个不能够用 很规则的方法 去展现的合理性 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 有时候有些事情 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 实践过程当中 你体验合理性 所以我觉得 康熊这方面 如果补充一下 都可以回应 是在这里 最后的狗版 最后的一点 John Mackie提出 你用上帝来解释 但是上帝是很有趣的 可能用意念 就直接产生一些效果 比如说 上帝说要有光 就有光 上帝要有蟑螂 就飞出来了 上帝说要有菠萝 就有菠萝 就有菠萝 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 上帝说要有光 就有光 就直接的应验 就直接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有效果 他认为这件事 我们没有客观的经验基础 这一点 其实他也是回应 我老师 Richard Swinburne 的一个要点 所以他认为这个没有经验基础 假设就不合理 在这里 我自己觉得 这个要求也是不需要 批评也不成立 因为其实我们任何 去解释整个宇宙终极 一定跟我们一般的东西有些不像 如果跟我们一模一样 为什么我们就找这张椅子 用什么 随便找一个人去解释 这个宇宙呢 解释这么大的东西 一定有信尚 力量 独特 才能解释到的 所以我们要解释 一方面 他要有一种合理的模特 但一方面 他要有充分的解释能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只看有神论 我们只是看其他科学 科学家去到最后解释 要物识世界 做到很多什么 跨客 客洞 时空旅行 那些东西 那些跟我们的经验很相似吗 量子力学 说那些什么 功能可以 翻译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其实我读完科学 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些东西都是 我读完工程 但是大家就照顾一顾一顾 就好像知道 我发觉世界就是这样 跟我们的经验都很不相似 但总之他写一顾一顾 导致一些东西 就好像对 大家就当它对 我们经常说 它是什么 都跟我们的经验很不相似 所以去到科学 去到终极很多东西 一定跟我们的生活也很不相似 如果只是因为这样不相似 就否定那样东西 其实这个太矛盾了 还有我们也要指出 其实 上帝那个 就是用上帝的解释事物 你天明神的批评这个 就是什么偽说明 但其实分裂了一样东西 就是基于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用的 Swinberg很常说的就是 叫做Personal Explanation 事实上我们是用人去解释很多东西 譬如说 为什么一份笔记 你不会说 因为猴子乱打电脑 打出来这样 事实上这个有可能 可能不是我写的 有个猴子打出来的 我也没有写的名字 其实有猴子刚刚打出来 我今天顺便用一用 但大家应该不会相信 希望大家不相信 但是这个 你用人的意思 就是人的意思 能够影响世界 能够影响电脑 怎样运作 可以影响纸 当然有工程的部分 但是你相信 人的影响世界 这件事是我们日常 都经验到的事实 上帝和我们的情况有些不同 它的范围是无限的 但是在有限的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人的精神能够影响世界 这件事可以说是一个合理的基础 正如很多时候 比如说 那些技术 假设一些完全弹性 有很多波波 还会撞去 像BDA波斯 但是完全弹性 但我们世界没有完全弹性的波 但是我们有限的模型 有时候要扩充到科学的基础 这也是科学合法的做法 所以麦奇这个批评也不成立 第十页 接着他也认为 上帝也不能为道德提供基础 这里有一个很古典的 有一个叫Euthrethlose Dilemma 这个是出于柏拉图的对话录 有一个Euthrethlose 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 简单来说 什么是虔诚呢 虔诚是因为神爱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成为虔诚呢 还是因为虔诚那些神才爱他们呢 大家不知道听不听我说什么 简单来说 其实用论体来说 他问的问题就是 究竟一样东西是善 是因为神给他意志 神的志愿是这样令他成为善 因为他本身是善 神才有意愿是想去实现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那样东西本身是善 所以神知道他是善 所以神就命令 你就做这件事了 这就证明有一种善 是独立于上帝存在 上帝照的就是终极 这就不对 但如果你说那样东西是善 只不过因为上帝执行他 那如果上帝执行你 杀人放火 大屠杀 就会变成善 那便会变成善 所以你能够靠我两条善 这个有神的论理都会崩溃的 但这一个Youthreefolds 在当代中学战略家经过无数讨论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提出十个八个解析 已经有了 最简单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的解析 最简单就是挑战 是不是只有两个解析呢 简单来说 上帝的善是建基于他不变的慈爱本性 他的意志也是沿着他的本性 所以他既不是独立 也不是独立于他自己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如果大家未听明白 就再看看书 然后麦奇就说 其实上帝作为终极目标 为什么需要人自己有目标 所以不需要找上帝来赋予他目标 但这个不明白就是目标 其实当然人有很多目标 有些人一世喜欢打机 有些人一世喜欢捉蟑螂 有些人一世喜欢吃琴球 什么人都有很多目标 但不是所有目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在这里来说 Han Schoolman有一个生存的问题 究竟有没有一种目标能够 令我们整个人生 都能够有一种很稳固的意义 你可以选择我人生的目标 就是打无限的关斗 我会有意义 或者目标我就是 撩意识撩避识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 撩越多意识越好 就组织一个意识博物馆 组织之类的 我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意识大王 你可以去想这些东西 但人家觉得你神无畏 但是我刚才说了 没想到人家会想到目标出来 目标就是说 很简单 你要选择的目标 你只会选择 你一生人就是 目标是什么呢 你选择吧 要是吃狗屎牛屎 羊屎 或者再下去猪屎 你说搞笑 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选择的目标 不足够建立有意义的人生 你只会觉得那样东西能扯下来才行 还有能够令人生 组织你的生命 有目标才行 那个目标不是指 不可以说随便没有目标 目标是令你觉得 和生命有一个相关 是一种动力 康叔在问这件事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提到一个社会的虚无 他在虚无处的节目 也有很多对现代社会的批评 我觉得非常之好 刚才有些详细 我没时间读 大家回去自己看 他说其实 尼采还是一种很积极 很激的虚无主义 他说现在的社会 其实很像尼采那样 但已经采立了尼采那种虚无主义 不过是一种消极 沉默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 他说要把所有价值颠倒 把最崇高的价值自我贬值 你看香港其实不是虚无主义 每天都是一本便利 那些这么便利的东西 一本便利的东西 就在街上买 说明便利 这么便利 那么便利 一面是善生息 人不再找崇高的价值 人只是沉默当下的快乐 人也不去追尋什么有意义做的事 康公所描述的我认同 也觉得现代社会已经进入虚无主义阶段 或者在危机当中 我自己觉得 所以Macky是原本一个学院式分学哲学 虽然我自己读分学哲学 但是我对分学哲学也很失望 一些很学院式的哲学家 他不要真实看 康孙的特点就是 一方面他的哲学思念 但是他尽量建立历史社会处境 去解释信上帝的信仰 是在时代的价值 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在怎样人这么虚无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生没有终极的目标 你生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你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以前都是为家族 为家族的荣誉 为了科学发展 现在科学也没有人读 除了读商业外 没有人学我在大学教书 没有科学吃香 多人读商业也未必能赚到钱 但是他觉得 感觉上是实际的 文科当年没有人偷 理科也没有人偷 现在整个社会没有中国的目标 社会没有共生的目标 人们就会选择最直接的 你感受到的就是快乐 就是金钱 这个就是虚无主义 在实际上社会的危机 所以Hang Sun 我读他那本《Y I'm Still a Catholic》 时也很感动 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激励 其实做基督徒 不是一定要跟现代社会的价值冲击 现代社会的价值 的危机就是 它变成了一些好像普世的价值 但是他在下面那里抽了根基的板 一方面很崇高说人权自由 但是有人权自由 香港社会会变成什么呢 我也有点担心 虽然我仍然会继续支持民主人权自由 但是如果在香港继续一个非道德化 你反对这一样都叫道德老 比如说道德恐怖主义 香港塔利班 我会受到很多这些很光明的封号 没有人敢再说道德问题 这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非常关注的 那些很崇高的价值 其实没有实际的基础 我愈来愈去想 我只觉得宗教信仰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传多福音 当然要传多一个正的福音 一个结合思想 一个现代精神的福音 但其实我觉得现代人 在香港自己体验就是说 短期你没有宗教信仰 没有传统 没错香港人都很好 但是我看到新的 看到这个趋势 那我就会找自己快乐 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崇高追尋 这些东西 我怎么牺牲自己 自由和舒服 去服其他人牺牲自己 这就是学卡文明的问题 因为他在生人贡献正义 但他最后要想 如果对其他人不认同的时候 他能够说什么呢 所以Mackey的批评是非常肤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问 如果你找上帝去解释一些东西 你找什么去解释上帝 似乎也有什么解释不了 既然是这样 不如更加经济 不要上帝就算了 这世界存在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有两方面回答 第一就是 其实上帝本身有些属性 跟一个有限的宇宙不同 因为有限的宇宙那么独特 那么奇怪 那么精密 也会自然提出很多问题 也会有一个起点等等 人类的价值也会提出一个基础问题 上帝的属性本身不同 他是自有永有的 他有一种很强的简细性 他有一种完美 既然是完美 我们可以问人的价值 再找一个更加完美的基础去支持 如果是完美者本身 我们不需要再找一个更高的价值基础 所以在那里 这是一个自然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 其实 这是我根据Sringburn 就是一个例子 其实很多人说 你找上帝解释 那上帝怎么解释呢 那我说 我不知道上帝怎么解释 因为上帝不需要解释 那又怎样呢 他老师说 上帝解释不到 所以你也不能用上帝解释其他东西 在这个批评当中已经假设了 当你提出A去解释 当你提出B去解释A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到C去解释B才行 但如果按这个逻辑 那C又要找个D D又要找个E 那就无共后退 事实上 在我们的科学或探索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就尽量找到一个合理的阶段 我们还未必要求 可以解释到的 比如说 例子就是 你发现人帮不见钱 你说有个小偷了 为什么小偷会偷你的钱呢 你怎样解释 你也不知道小偷在哪里 也不知道有什么动机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比如科学这样 你用夸克去解释 现在物理结构 但是夸克要怎样解释呢 你没想到之前 不是代表夸克不存在 或者夸克的存在就不合理 所以科学的理论 都是不断的抵抗 找一个能够将我们的经验连贯 提供一个最经济的解释 这点不是Hung Skrong自己 我是回答Swingborn 他有些更加完整的科学方论论 就更加好 所以基本上 Macky的回应都可以回应 总结来说 我也是欣赏Hung Skrong的进度 我自己的批评有几方面 第一就是 我反而觉得他的自然神乐不够强 其实在当代里面 其实很多论证 都有很多新的分析指导学家 其实都不像Macky 都有很多很厉害的 很严谨的人 仔细的论证 所以大家就看 就是第十页下面的宽录 现在就说宽录 我在一本书里面 介绍了当代英美智序神学的发展 很多都是恢复前神学的 然后大家看第十一版 有半页宽录 大家看第三点 就是说到很多人提出 其实是可以用综合很多论证 上帝能够 未必一两件事能够证明上帝存在 但综合来说 尽量能够解释宇宙的起源 我们的价值观的基础 人生的意义 价值心灵的出现 等等 所以在综合性的论证 类绩的论证 才显示上帝的存在的合理性 不是一两点 第三点就是 Mathodology 是Basol Mitchell的本书 带出了 另外 这是我自己的老师 Rachel Springburn 最近会出了一本第三版 The Existence of God 以及Peter Forrest 都是用这个方法去论证上帝的存在 另外一件事 我觉得就是 Hans Kroon 接受认为生命的起源 科学都解释了 不需要有什么其他因素 但按照我自己的研究 就不太同意 我觉得 进化论可能对也不一定 但按照我自己现在的理解 从科学证据来说 进化论 特别生命起源 是充满着很多漏洞 而生命本身的复杂性 我怀疑可能在宇宙有限的时钟里面 可能根本是出现不到 而我也尝试看过 进化论者 很多尝试 只不过是无数 一样再加上一样的假设 和揣测 所以从一个设计的精密角度来说 其实我自己觉得 是有一个很强的 起码是一个比较强的案子 他认为其实 无数量也不能够 充分解释生命出现的现象 特别在近年里面 有一个很强的在美国 叫智能设计动力 我在第四个室内里 说到 例如Demsky Michael Behear Philip Johnson的书 我也不详细说 我刚才告诉大家 我自己觉得 这个学校也有一些很强的思想 可以正面挑战无数论的进化论 接着是第六点 第五点 其实在宇宙论证和设计论证 都有很多新的更新 特别是将两个结立在一起 整个宇宙的秩序 还有很多宇宙的定律 很多微调所谓 就是说它是很精密的配合 以至于生命能够出现 很多东西都显示 宇宙不是盲目的撞出来 我自己也有一定程度相信这个设计论证 另外第六点 第二次在宇宙的起点 康苏也说过大爆炸问题 康苏的进度 尽量将科学和宗教分架来说 他认为大爆炸和不合适 和创造论没什么关系 创造论就是说 无论世界哪里来都好 创造每时每刻都源自于一个终结的恩 就是上帝 他不是一定要说上帝 要在二百多年之前 点爆过宇宙的兴起 我觉得康苏这么说也对,创造率不一定要依赖一个时间的起点 但如果时间的起点,自然主义对宇宙的解释就并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宇宙能够突然爆出来,爆得这么精密,没有能够生入人的生存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巧合,如果配合这一点更加带出巧合 总有可能会存在,所以无数量者也不能完全否证 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看到,如果将整个宇宙人类的出现 视为一个完全由虚无爆出来的大巧合 就更加显示出康苏所说的就是 无数量是一个完全没有理由的赋予实在的基础 但有常论却能够为一切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 另外第七点就说到道德论证 我只是觉得康苏很强调道德教育的超越基础 我自己也是比较同意的说法 我近年这几年写了六篇文章,大家看看《宽屋7》 这里当然英文书也有很多 但这六篇文章里面也有很多宽屋 也有说到英文书的在哪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另外还有很多论证不足够说了 所以在这里再说两点 就是中国人科学的关系 康苏坐在一个分格说,尽量分开 这个对有些人也有帮助 但我只觉得可以更加强地将中国人科学的结果 我只觉得要世界上创造 这个科学的发现不会跟信仰矛盾 所以可以更加正面的结合 第十二点 康苏作为天教神学家 其实也不算是很极端的了 但某些事情也跟我们一般的环教会的方法信仰 部分环教会的方法信仰 就不一样的 譬如他有倾向一些普教论 或者他三位一体 我看完之后也在怀疑他能否承认圣灵 是獨立的位格 但他这些事情通常就是 左就说右就说 说完之后也不知道他真正的立场是怎样的 他一方面也不想太极端 但一方面也不想承认太过传统的立场 基督论我看完之后 他也不想承认太过传统的信仰 他也不想承认太过传统的信仰 但我看完看完之后也觉得他是一个 叫做《爱承认神》 其实基督是一个人 但上帝就特别照顾这个人 我们叫做《爱承认神》的《爱承认神》 然后就变成一个完全的启示 所以基督和神的关系 只是一个启示上的完全符合吻合 不是一个本体上的吻合 我自己个人来说 比较倾向一个经典的加西敦基督论 基督是永恒存在的圣子 因为本一本书都有自由派的思想 差不多我读的那些 没关系的 自由派还是不自由派 我老师也有很多自由派 有些比较富翁派 什么派都有 我读的书什么派都有 邪派也有 很传统的派也有 反正我觉得那些自由派 对文化 对很多问题更加诚实 更加丰富反省 富翁派常常为了守着正统 很合习 什么都不想 所以我越看越闷 有些好富翁派的 看完之后也有些闷的感觉 虽然说话也很合适 但是 所以我来说 我反而喜欢读《亨宗派》 看完之后很丰富思想 但我不代表我同意他的思想 但我们可以用一个Irene 第一我想指出 很多基督论和他整本书 没关系 其实你可以批准他前面的论度 而不需要接受他后面的基督论 你也可以在其他方面 我觉得他整个论据 和神学的具体信念 他基本上是一个 physical world view 但基督神学里面的论据 我们可以用一个平静的心 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有自己的立场 和解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立场 还有其他人有不同意的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也欣赏他们的优点 但我们也要去问我们自己信仰的缘由 所以在这里另一个课题 就不能在这里详细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结语其实开场白已经讲了 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